三换一交易 上海报价孙明辉 辽宁更换外援 广州辟谣郭世强辞职 近日 据多方消息透露 上海九市篮球俱乐部为了加强球队实力 不惜重金 计划以张之谣 袁唐文外加高达5000万现金的豪华筹码 向浙江广沙队报价 其当家球星孙明辉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在篮球圈掀起了轩然大波 上海九市篮球俱乐部 一直以来都是CBA的豪门球队 他们不仅拥有雄厚的财力 更有着对冠军的无限渴望 然而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 上海九市虽然一直在影员上大手笔投入 但成绩却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 这让他们意识到 仅仅依靠堆砌球星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在球队整体战术和球员配合上下功夫 因此 在这个休赛期 上海九市决定再次出手 将目标锁定在了浙江广沙的孙明辉身上 孙明辉作为当今CBA的顶级后卫之一 不仅拥有出色的得分能力 更有着出色的组织和串联球队的能力 他的到来 无疑将为上海九市的战术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这笔交易并非一事 浙江广沙队对孙明辉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他们不会轻易放手这位当家球星 但上海九市此次的报价可谓是诚意满满 不仅送出了两名年轻有为的球员 更是拿出了高达5000万的现金作为筹码 这样的报价足以让任何一支球队心动 除了孙明辉之外 上海九市还在接触多位国内知名球员 试图通过影员来进一步提升球队的实力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季后赛 更是总冠军 与此同时 浙江广沙队也在积极寻求新的影员机会 虽然他们失去了孙明辉这样的顶级球星 但他们也获得了上海九市的两名年轻球员和一大笔现金 这些现金将帮助他们引进更多强力外援 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 而袁唐文的到来 也将为广沙的战术体系带来新的变化 他擅长组织盘活球队 与广沙的封线球员和内线核心胡金秋等人 将形成很好的互补 而在广州龙师队这边 虽然他们辟谣了郭世强辞职的传闻 但球队的精英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他们面临着主力球员流失的风险 尤其是著名阵这样的核心球员 如果能够以合适的价格将著名阵出售 将能缓解球队的资金压力 但如果无法顺利出售 他们也不得不考虑用其他球员进行交易 以换取球队所需的资金 而在亚冠联赛的赛场上 辽宁南兰也遭遇了不小的挑战 由于亚冠组委会频繁更改规则 导致他们的引元计划一再受挫 不过辽宁南兰并没有放弃 他们最终成功引进了两名新外援 吉尔·莫和莱斯 这两名外援都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得分能力 他们的加入将为辽宁南兰在亚冠赛场上 增添更多的胜算